一小时白票赚千万,没开玩笑 不开枪,不打狗,不刷boss,不刷楼 更没用技术和操作,也不需要装备的碾压 完完整整傻瓜式操作 蒙新手的开挡必学,你确定不来看看 本期教学灵感来源于已读爱寒宝的辐射跑道流教学 当初粉在把视频发给我,叫我试一下 我感觉不太像真的 也是试一个小时 真的,刺激程度拿马 赚的我人都马了 然后适应的过程中,还是觉得它的方法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完美 所以在原作者的技术上,奔赠又稍微赶进了一下 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广大萌新来说,真的太适应了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教学 开局我们卡30万战备值记游戏 装备带的越少越好,最好是6甲加一个4包 再带少许药兵即可 最好是不要带武器,后面告诉大家为什么 单次开局卡住了脸,这是重中之中 只要不是附卧在天涯海角,就能打满能量直奔辐射炮 这样呢,我们肯定是第一批进辐射的 进门先开左手所有物资箱 前面两个无伤开 最后一个呢,可以适当的扛着伤害开 不过呢,要懂得灵活变通 对面长导来人呢,就不能在外面耽误太久 然后直接进楼开,把主楼能开的箱子尽量多开点 敌人上楼顶呢,也别慌,我们直接从地道溜溜球 顺手再把地下水里的箱子也开了 最后再顺手切羊 把短道的箱子全摸走 这个实话,敌人估计全在逐游找我人呢 等我打个腰啊,就直接撤离 这把呀,少说一 你相信爱情吗 唉,出事不利啊,只带了四根钉条出来 继续继续啊 唉,这次复活点好 来得更早不说啊,长灯那边还打起来的 希望能多打一会儿,别来耽误我开箱 对了,再给大家讲点开箱小技巧啊 正面开完黑门左边的箱子的话 直接往中间过道走 可以在这儿等个两三秒,让狗子全跑出来 这样开里面的箱子就被狗子围殴了 而当狗子进来的话,你再发出去 就可以再无伤开个军备箱 现在呢,长道的人进来了 一楼右边的箱子就被想到 直接去复一楼,避免与敌人发生交集 这次呢,敌人进来晚还没上主楼 我们可以把下面四个物资箱全开了 如果敌人进一楼就不要再开了 直接看完地道水下还有短道 剩下的箱子就赶紧溜 哎,窝掉,洞口有人 没事,我有计划币 这把雷又是十二分钟赚了238万 第三把呢就拿了一点 欧起来都给你们吸完了,才开到一根尽条 十分钟,小赚一百关 这时候呢,肯定有人要问 在里面开箱的时候,来人咋办呢? 哎,这就是不带枪的好处了呀 开一枪就等于暴露位置 所以敌人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哪 现在楼底一群人在动东西老大 我们见机行圣 看敌人注意力没在主楼就赶紧跑 这次啊,我强烈建议大家从地道跑 风险低,成功率高 又是轻轻松松180万到手 大家呢,也完全不用担心撤离的时候被蹲啊 毕竟这才开局没十分钟 正常情况下,应该没人来蹲 顶多遇到赶紧准备进不是的量子 建议大家呢,撤离摇车的时候,闭上眼睛 反正包里四根尽条,死了不亏 能撤离啊,那就是血断 另外呢,相当准在你前面已经有人截足些能的情况 就不见得大家去了 可以酌情撤离 或者像我一样,当毒狗,直接退 只要你脸够白啊 看吧,我就没掉东西 OK,应该是最后一把了 没想到啊,还遇到个不衡队 三个六套戏来装 没想到赶紧溜溜球 没想到遇到老板守门 唉,这哪是老板啊 这明明就是六套撞上七啊 赶紧跑赶紧跑 再玩一秒就会爆炸 OK,又是一把两人到手 最后我来给大家计算一下收益啊 这个是第一把 六分钟赚了四个人尽条 八十万 这个是第二把 十二分钟赚了二百三十八万 第三把十分钟一百万 第四把十一分钟一百八十万 第五,啊不 这把是我没进去游戏啊 第五把,九分钟二百一十万 第六把呢,退出了不算 这才是第六把,十分钟赚了一百二十四万 总共五十八分钟,赚了九百三十二万 这还是我运气不好的情况下 要是第一把成功撤离啊 妥妥一千多万 怎么样 除社区小套流跑道 不要技术,不要操作 全靠勇气赚钱 只要胆子大 大把活都能放产架 没看明白的呢 建议收藏反复观看 趁现在学会的人少 大家可以赶紧去试试 包赚 妥妥怪